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包包还有礼服裙 全身的样子 你要我小姐了 对 其实 不行了 太作作了 受不了了 赶快出门 看我的大腿 不能给大家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现在已经在迪奥秀的门口了 然后那边就是入口的方向 刚才我有看到 那个谁 王立宽 然后还有吴景岩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导演的儿子 反正就有很多明星来 陈飞鱼吗 这里的墙超级好看 好看吗 好看 然后今天博主超级的多 然后人也很多 而且我是做第三排 我要进去给你们拍一下秀场的样子了 我们就进去吧 有一种在森林里的感觉 现在大家都在等在秀场开始 然后突出很多美女 然后大家突然都很漂亮 你的位置在哪里啊 在这边 咱们都在将来 咱们做完美了 明镜与点菜 咱们做完美了 因为妳都跟着了 坑粉丁 然后也 очень足够了 做完美了 我们的常悦 Q 编票 ?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So hard Find someone like you 从未相信过什么 我们总是抱怨很失落 我们从未想过拥抱着 要拥抱的时候 Find someone like you So hard Find someone like you Hi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看今天的奶酪 特别勤勤恳恳的 她今天给我拍了好多照片 感觉跟明星一样拍那些照片 但是我们现在晚上回家 要勤勤恳恳的修照片 其实KOL事活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了 李冰冰黄仙还有吴景言 还有陈飞宇 然后还有景田 景田对对景田 景田是我们今天在进场的时候 我们俩拍视频 拍着拍着 然后就一堆保镖围着 然后我竟然跟景田一起在那个里面 你知道吗 而且景田挺漂亮的 对景田还挺好看的 明星真的都好瘦好瘦 然后还有那个谁 王立坤也是 好瘦呀 然后他也是入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走的时候 我们还碰到了黄轩 黄轩他就带了一个保镖出来 你知道吗 当时我都没认出来 然后就感觉有一个 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 我还牛逾了半天 就比如说黄轩 很多人喊 激动走的手都在发抖了 哇原来是 就明星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已经激动得有点结巴了 但是我想吐槽一下 其实穿10万块这种行头 这种贵妇般的衣服 并不是很舒服的 像我买的这件礼服的话 是穿上刚刚好 但是我就为了穿这件礼服 我们两个他也是为了减肥 我们俩已经有一周了差不多 晚上都没有吃晚饭 都肚子就这样子 我还是很累 你看我今天这胳膊都抬不起来 明星怎么能一直都那么瘦 就是为了穿这种好看的衣服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今天有个新的体验 就是竟然有两个贵妇 让我去给她拍照片 因为他们今天买了特别贵的珠宝 然后就来了 然后销售说他们特别的伤心 没有好看的照片 竟然花钱请我拍照片 找到新的工作了 这么给贵妇拍照片 但是就是像穿这种好看的衣服 还有就是你买喜欢的东西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未来的话我也希望除了美妆以外 能偏向时尚的方面 也能走一走 我还是很喜欢打扮配偶亮亮的 拍好看的照片 拍穿搭 奶酪又更加努力了 那么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一下赞 记得订阅游戏的频道 说不定下次我还会有新的体验 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还是蛮有意义的 但是我要确认说 未来的一段日子 我可能有吃土了 我再也不能这样花钱了 灰姑娘赶快回到现实生活 灰姑娘马上就要回家修徒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记得要跟我弹幕哦 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一下赞 记得订阅游戏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吧 爱你们拜拜 希望你们很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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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